天還沒亮 樂手已經開始預演 因為接下來女王 怡靈國會大廈西民宮 就要開放為期四天 讓公眾瞻仰 根據英國媒體預測 海內外預計有超過75萬人 前來吊唸 光排隊時間 就可能花上35小時 排隊人籠更綿延8公里 然而西民宮可消化的人流 只有大約35萬人 能否讓大家都進行瞻仰 還是會提前關閉 還是未知數 那是4公斤 政府警察警告人們等候 可能要站一小時 可能是晚上 有少許機會坐下來 這會給你一個想法 有多少人想要求 跟皇帝說再見 1997年戴安娜王妃葬禮時 當時倫敦湧入一百萬人 這次很可能有相同規模 下著雨的倫敦街頭 已經出現不少民眾搭帳篷 等待向女王致役 不只民眾 這次擬定出席的各國政要 已經多達五百人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南韓總統尹錫悅 法國總統馬克宏等人 現在日本天皇夫婦 也確定出席女王葬禮 參與人數過多 周邊交通堵塞 只能用巴士載這些元首們 英國政府加快腳步 擬出應對計畫 才能消化史無前例的吊咽人潮 TVS新聞綜合報導